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死亡 所以人家说生死都是大事 一个人生出来是个大事情 一个人死的时候也是一件大事情 你不知生焉知死啊 这是我们的孔圣人讲的 你连怎么生出来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死啊 这么大的事情 你是用什么态度在人间对待它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不死 你们知道吗 因为人不会死的 师父讲给你们听 实际上人是不会死的 因为人的灵魂永远活着 而肉身会死的 那么你怎么样 把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办好呢 你们现在 修心 学佛 念经 你们就是在办人间最大的一件事情 周阿姨不是在办世界上最大的事情吗 你可以让自己升到天上去 你也可以让自己到地狱里去 那么这个大事情究竟怎么办呢 办得好 办不好呢 就这个道理 你现在再办吗 再办 修行就是要了脱生死 修行忙了半天 是为了什么 为了没有生也没有死 没有生没有死 是什么概念 你到了天上之后 脱离了六道轮回 你就没有生死了 永远不会再生了 永远也不会再死了 这就叫修了脱生死 信即得度 你一相信 马上就得到救度了 你不相信 你就不能得到救度 所以很多西方教和佛教 都是同一个道理 你看 西方教经常讲 你信就得救 就是你只要一相信 你就得救了 跟佛教讲的一模一样啊 信即解脱 只要你一相信 你就解脱了 见佛了生死 学佛度一切 你见到了佛 你就了脱自己的生死了 你们今天看见观世音菩萨 你们就明白道理 你们就了脱你们的生死 只要你们好好地修 就是见佛了生死 那么学佛就是 要度尽一切众生 学佛度众生 人生非假非空 人生是假的吗 不是 是空的吗 也不是 非有非无啊 这个人有吗 有 这个人没有吗 是没有 没生出来之前 有他吗 没有 生出来之后 死了 有没有他 又没有 那么这个人 到底有吗 还活着 非有非无 是不存在的存在 像空气 像细菌一样 空气当中 这些东西不存在吗 它是存在的 你说它存在吗 但你又看不见 是不存在的存在 西方世界 也是如此 就是说 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这样的 是幻化变成的 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为 是让你真正修成佛道的 一个中转站 但是 这个中转站 很厉害 你到了这个中转站里面 你至少 不会再 六道轮回了 所以很不容易上去的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 有没有感觉 你们跟着师父学了这么多年的佛法了 你们知道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死了之后 你们相信不相信 你们的灵魂会到天上 或者下面 像真的受苦 像真的享乐一样 是真的 你们不要开玩笑 我再三告诉你们 是真的 你们不要等到死了之后 才相信 师父说的 都是真的 那时 已经来不及了 举个简单例子 人家说 拿澳大利亚护照 到每一个国家是 不用签证的 那么你相信了 现在 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澳大利亚护照 到某个国家是要签证的 虽然你还没有到过那个国家 但是 你是不是要签证啊 人家告诉你了 你是不是要努力去办啊 等你把签证办好了 到了那个国家 就算人家不看 但是 你心里是踏实的 如果你没有签证 跑到那里 就被他们移民局关起来了 知道吗 不是说 你没有看见 你没有实践过 你不知道的事情 它就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又是实境 又是意境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我们睁开眼睛 看见的是实实在在的境界 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们又看见了这个世界是意境 意境就是由意念组成的这个境界 比如很多人在白天想做一件事情 但实在是做不到 他晚上做梦 有时候他能做到 这就是他的意境 实境就是 你实际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境界 所以要实意境 所以要实意境向的去修 就是在我们的实境当中 在白天 我们醒着的时候 我们去念经 我们去修心 也就是要在平时修自己的意境 比如我们每天睡觉 等于死一次 睡着的时候 不是你的肉身在活动 而是你的灵魂在活动 我们就是修这个灵活的境界 又要修这个实实在在 活在人间的境界 所以叫实意境向修 要知道 根本没有生也没有死 这个世界无生无死啊 根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因为孔夫子讲 不知生焉知死 你们想想看 你们怎么生出来的 你们知道你们哪里生出来的 等你们生出来 懂事的时候 你们已经是一个爸一个妈了 很多人生出来的时候 只有一个妈妈 没有爸爸 因为爸爸过早的死了 也有人生出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没有了 就在雪地里 被一个被子包着 然后被人家捡回家养大 所以他无爹又无娘 你们每个人 知道自己怎么生出来的吗 等到你们明白 你们自己是一个人 开始渐渐懂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对过去的一切 全部忘记了 所以无生亦无死 亦无老死尽 亦无所得故 什么都得不到啊 所以要知道 在人间根本是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 就是真如本性 我们学的就是真正的 原来的本性 只有认知 人是虚实二化 你才能修成佛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有知道 人是虚实二化 即虚虚实实的 似有似无的 犹如今天 好像我做过这个事情 一想 我又没有做过 好像我是讲了这句话了 仔细想想 我今天没讲这句话 很多人不认知这个东西 认为这个世界 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比如 你今天中午吃过饭了 再问你 昨天中午吃的是什么 你记不清了 是虚的 好像吃过 所以很多心理医生 给人治病的时候就问 你前天在哪里啊 你讲不出来 他告诉你 你前天在家里 你知道吗 你想 对的 我就是在家里 但你明明是在外面 你为什么想 是在家里呢 因为这个 是意想症 是别人认为 你是这样 你也认为 自己是这样的 因为人 都有这个毛病 所以人不知道 人 是虚实二化 变化的 所以人都相信 真的东西 是实实在在的 实际上 你只要把假的东西 变到他的脑海里 他照样把假的东西 当成为 真的东西了 这就是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上当受骗 所以很多人 用异想法 就可以解除 他的病痛 比如 有的女孩子 到医院 去找心理医生的时候 她说 我被人强奸了 想起来就痛苦 心理医生 跟她说 这个事情 根本没有的 那是你 一想出来的 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 你说 你前天 被人家强奸了 那你前天 在哪里呢 先讲真的东西 你早上 是在哪里 我早上 在学校 你平时上课 中午的时候 在哪里啊 我在吃饭 下午呢 我在上课 三点钟下课 对的 那好 小朋友 我问你 你平时晚上 在干什么 我在家里 那你前天 怎么会 被人家抢奸呢 没有的事情啊 根本 没有发生啊 哎 怎么像真的一样 对了 你得了 意想症 医生 就帮这个小女孩 化解了 她心中的病痛 她觉得 这是她自己 想出来的 没有这个事情 但是 这个小女孩 已经在虚幻 虚实两界当中 为什么人 会偏听偏信 就是她一会儿 相信这个 一会儿 相信那个 一会儿 懂得这个是好的 一会儿 不懂得 这个是好的 这就跟孩子一样 就像你们这些徒弟 今天跟着师父学 哎呀 真的明白了 什么都明白了 回到家 听人家一讲 又不明白了 所以 人会接受 虚实两患的变化 帮助人家 把不好的事情 用解决意想症的方法 解决掉 然后 用另外一个 好的概念 填补他的 幻觉思维 在过去 你们知道吗 如果这个人 被抓起来了 你想叫他坦白 他是不会讲的 但你可以找一个 心理学家 跟他谈 谈到最后 他会大哭一场 然后 把他所知道的 都讲出来 比方说 绑匪 劫持人质了 他说 我要跟你们谈 这时 就让谈判专家去谈 实际上 他们都是 很好的 心理学家 他在跟你谈话的时候 能够控制 你的思维 要知道 人 是虚实两贯的 你才能在 虚中找实啊 明明知道 人生很短暂的 但我一定要在 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 找到真实的本性 才能明白 本来的面目 真如法界 是无始无终 不是有始有终的 什么叫真如法界 真正学佛的人 学到后来 是无始无终 因为他没有生 也没有死啊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终结的 我们学佛 学到好的人 他永远是 活在人们的心中 他永远不会死掉的 虽然 他的肉身走了 但他的灵魂 在天上 继续做菩萨 我要你们 都修成这样 虽然 你们也要保护好 这个肉身 但肉身 能保护几年啊 你再年轻 你也得死啊 你再老 你也得死啊 但修成后 要灵魂上去 才能 无始无终啊 Romal 都修成后 有分构 是 同行 队子 都修成后 回答 这个梅 尔子 从小 尔子 里面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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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